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齐明敏 欢迎大家参加零起点阿拉伯语语音的学习 下面我们开始阿拉伯语语音第一讲的学习 这一讲我们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阿拉伯语 我们要学习的阿拉伯语是所谓的标准语 也就是22个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官方语言 那么这样一种标准阿拉伯语 它已经有了1500多年的历史 标准阿拉伯语是当今世界上约3.2亿阿拉伯人的共同语言 而且它也是15亿伊斯兰教信徒 我们叫他们穆斯林他们的宗教语言 阿拉伯语还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其他的五种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标准阿拉伯语也是伊斯兰教的经典 古兰经的语言 我们应该非常强调的提及 标准阿拉伯语是西亚北非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 那么这22个阿拉伯国家分布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两个部分 在亚洲西部有12个国家和地区 它们分别是阿联酋、阿曼、巴勒斯坦、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也门 坐落在北非的有10个阿拉伯国家 它们是 标准阿拉伯语是一种拼音文字 它一共有28个字母 这28个字母全部都是辅音字母 没有原音字母 也有人讲阿拉伯语有28个字母 其中有三个字母是半原音 因为它兼有原音的性质 但是总体来说 它28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 那么它们怎么来发音呢 这些辅音字母 它是根据字母上面和下面标示的12个原音或辅音的符号来发音的 也就是每一个字母和这12个符号来拼读 拼读成336个因素 这样来发音 而这336个因素 其中不同的因素的不同组合 就组合成了阿拉伯语不同的词汇 阿拉伯语是从右向左书写的语言 它单词的每一个字母是相连的 连起来写的 只有少量的字母呢 前面与其他字母相连 后面不连 阿拉伯语的28个字母 不分大小写 大部分的字母在词头单词的开始 词中单词中间 词尾单词最后的写法都不一样 所以学习者要牢记每一个字母在词头词中词尾的写法 用于辨认 屏幕上出现的这个白的白体字 就是一句阿拉伯语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句阿拉伯语是这样读的 从右往左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阿拉伯语是阿拉伯民族共同的语言 也是古兰经的语言 这就给大家展示一下阿拉伯语的写法和读法 这一讲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